客觀上的補選有些形勢,大家是需要考慮的 例如會否有些位置盡快補選會更好 有些是分開補選會更好 但未來我們可否有些開架博弈呢 很視乎各位同事要怎樣操作 例如我們說阿林鄭月娥不應該在空窗期當中 是過了議事規則的 補選應該要分開進行 這些都是具體的目標 我希望未來民主派和政府的博弈當中 我們可以爭取到